时光机时光机带我回过去 2021年3月27日 号外号外 某公姓男星在直播现场偷拉男星的手被粉丝抓包了 号外号外 某公姓男星在直播现场偷拉男星的手被粉丝抓包了 什么还有这么近报的事 喂卖报的报纸给我来一份 是心机深沉的鬼谷孤主 还是为爱痴狂的演艺猩猩 直播现场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摄像大哥都惊呆了 那一天阳光明媚 曹长英飞 山河令的男主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俊朗帅气又隐隐带来点勾人气质的小张同学 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兰快的大本营的直播愈弱现场 却没想到 那个同样帅气逼人的山河令的另一位男主2G 就对他做出了这样的事 但真是一场令人窘迫莫名又冷汗直冒的职场性骚扰 那天 他比2G去的稍晚 他到的时候 2G和导演已经聊了一会儿 看到他过来 2G表现得非常热情 不但站起来鼓掌欢迎 还将小张引向他预心设计好的C域 小张并未多想 这一位2G热情牵上 不想刚一落座 就被人一把抓住了小手 又揉又捏 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性骚扰 怎么办怎么办 公共场合直播现场 绝不能闹出去 2G想必也是料定了这一点 竟然抓着张某的手细细把玩起来 小张不敢声张 只能哑忍 供了好一会儿 才找到机会不着痕迹地抽出手来 2G以为这一气神不知鬼不觉 却没想到 这发生在桌子下的隐秘的一幕 已经被摄像机捕捉到了 现在有请 摄像大哥的七大姑的表弟的 三姨妈的外甥的同事 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快乐大美营摄像大哥 一表三千里的表亲的同事 我跟你们说 摄像大哥当时非常吃惊 他得门把摄像机扔出去 他亲眼看见那位公信男星 抓住了小张的手 现在是视频回放 看到没有 2G把桌子往自己跟田拖了拖 然后等小张坐下 就去抓人家的手 摄像头晃得非常厉害 我表哥说他但这行这么久 也没见哪个明星这么猛 这么猴急 这么色令之婚 再看一下这个细节 摄像机记录了一切 是心机深沉的鬼谷古著舞 还是未配痴狂的演绎猩猩 直播信场 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摄像大哥都惊呆了 事情曝光后 本报记者找到了 张姓南星本人的聊戏方式 52-1129 52-1129 让我们联系一下对方 喂你好 我是橘子橘频道 旧文事业部的记者 请问亏了大北营直播现场 恭喜南星有对您进行 森骚扰 电视是真的吗 大家好 我是天梭全球品牌 代言人工具 非凡创意 源于传统 天梭官方旗舰店 正式进入抖音平台 店铺直播精彩不间断 速来观看 多重福利 惊喜 等你来解锁 带上瑞士天梭万表 一起见证 高光时刻 嘟嘟嘟 妈的什么情况 为什么还给工农打广告 小张同志 作为受害人 我们建议你不要忍气吞声 以免助长温谷主的嚣张气 以后愈发无法无天 求救热线 1640-51129-327 记得拨打哦 对老铁 山河令都看了吗 没看的赶紧去看 今年爆款 总共36集 已经快大结局了 27集风神 不看后悔一万年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就是极致地科堂频道 科堂告证主 不行就脑补 可最硬的糖 拨最美谱的料 我是等浪丁合体的妮妮熊 让我们开始 今天份的胡说八道 限定花期的事 写了好几天都不满意 酒漏鱼的北爱 决定放弃了 咱们索性平铺直续 想到哪说哪 猫猫演戏多年 积攒了不少经验 为了保住头皮和发际线 他都是演古装的时候 留长发 演现代的时候剪头发 所以21年 确定自己后面戏份的发型后 剪头发的事就提上了日程 不但自己剪 还问了问家里那口子 一起剪不 剪 于是俩人随先隔千里 却还是一起剪了头发 剪头之前 猫猫少女心发作 在微博上发文 四季花长在 九州市井之限定花期 自己还在微博下面评论 想看我留长发 除非下半年不拍戏 看样子很喜欢长发的美少女壮士 这条微博和他本人的恋情 其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不得不说 却是很容易让人想歪 而且 再加上有些人善意发散 联系上下文 一个是首张会狗子没去 一个是节恋宣传期 狗子营业的很认真 没几天 各路洗脑包纷纷出路 哪一个都有鼻子有痒 有的说 猫猫入戏太深 爱上了温客行 可二G不是温客行 所以宣传期一结束 美好的花期也就结束了 我为猫猫大哭 有的说 二G为了带入老温 在生活上和肉体上 无所不用其极的勾引猫猫 把猫猫这样一个大好之男呆弯了 又嫌人家爱的是温客行 要求猫猫必须忘了温客行 才跟人家再续前缘 猫猫忘不了温客行 怕宣传期结束后会失去傻狗 所以含泪发了限定花期 我为猫猫大哭 有的说 两人在剧组的时候 只是炮有关系 两人也心知不明 出祖即分手 所以杀枪后 两人一南一北 各自出席 然后 骏子这个人骨子里比较冷 真的就放下了 猫猫却陷进去了 然后陷进花期 我为猫猫大哭 这里需要说一下 说骏子这个人骨子里比较冷 现在看这句话说反了 骏子的热是在骨子里的 风的时候是真的风 诸如此类了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小道消息 对于这些洗脑包 要说信 我倒也没信 但是爱看 就是这么八卦 我爱看 但2G和猫猫肯定是不愿意看 人家浓情溺意 情笔尖尖 灵肉交融的绝世好基友 凭什么就避意了 我觉得猫猫应该还好 多半能当笑话跟狗子说 但2G肯定很火大 以至于三年后还能想起这场 联合361在猫猫发博那天 重新发了一个无限话期 彻底终结了限令话期的市场 以后谁再提限令话期 那必定有人喊无限话期 就问你优不优秀 画到此处 必须表扬一下361 在2G的所有商务中 361绝对能拿下投铁王者的鬼怪 从21年11月推出诡计系列开始 那立场站得稳稳的 有代言人的递手资料 我怕谁啊 那恋爱过程 我都给你整衣服上 鞋上帽子上 什么 贴合代言人无限花期 故事主题侵权了 瞎说 代言人老婆的就是代言人的 人家在床上已经谈好授权了 小的不 你知道什么叫一家的 我这钱赚的理直气壮 劝其他家都学着点 什么其他粉丝 不好意思 我挣的就是爱情这份钱 没有爱 我的衣服缺少故事性 缺底蕴 有爱 有文化 有故事 这是三六一路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也是橘子皮课堂频道 课堂告状主 不行就拿我 和最有的糖 不过最美补得了 我是董浪丁和铁铁英雄 让我们开始今天份的 无数报道 之前和不知情人一号闲聊 我说2G真的好会谈恋爱 该泳的时候泳 该怂的时候怂 猫猫和他在一起 他有安全感了 不知情人一号说 2G在猫猫面前 除了嘿嘿嘿 某些时候真的挺怂的 要不咱们今天做个盘点 就叫2G的怂逼时刻吧 好啊 我先来 三天考察期的前奏 龚老师为什么每部戏都脱衣服 我记得是酷的采访 给了问题让俩人互采 猫猫问 在拍秀肌肉的戏份时 更在乎情绪还是记住线条 注意这个问题其实是酷那边写的 2G还没回答 猫猫忽然改题 为什么龚老师每部戏都要脱衣服 2G 没有 好吧 身材好吗 没办法 没有 也不是每部戏都脱了吧 在成领家24卷的说文解字里 游轮次旁配得大概就是这部尊容吧 猫猫问 上一部火焰栏拖了没有 狗狗当即斩钉截铁的回答 没有 结果没多久 火焰栏就上了 粉丝纷纷爱他猫猫 强烈要求狗子跪侧一把 猫猫随后在印词上发文 要给脸上的痘痘三天考察期 那我说 看到这个环境还不特真人的 都可以去自夸东南枝了 要真是普通同事 猫猫有什么立场问 狗子又有什么不敢说的 我怂我骄傲吗 三天考察期之后 狗子就很少主动到伏击了 前一阵 南京恋爱通告那天 杨安哥让二之一修伏击 狗子直接给猫猫弄了个安安的身份 说没跟安安宝贝 我信 你肯定没跟安安宝贝 嗯 该我了 还是那个采访 有一个问题是 问客行买醉时 身边有几位女子陪伴 猫猫 四零 二只眼睛滴溜溜乱转 假装自己在回忆 一二三四五 强行数到五 把不敢数对这件事表演的 非常深奋 第三个是 演唱会放狠话 猫猫和狗子分数 两个战队 主持人让他们给对方放狠话 猫猫嘚嘶嘶嘶的说 想赢我 没闻 狗子 狗子憋了半天说 就这样吧 龚老师 你同战队的队友 都想去你老婆那边 第四个是 在一次采访上 杨阳哥要跟镜子来英雄 镜子挡了一下 小声说他能看见 太阳的猫猫是看直播的 家家追眼 第五个 还是和杨阳哥的采访 人问他最近常吃的三道菜 狗子说 最近常吃的是辣椒 然后跟粉丝抱怨 说江浙的阿姨做饭很辣 都说别放那么多辣椒 结果越做越辣 这可把粉丝心疼坏了 纷纷要求2G不要怂 炒了那个阿姨 结果没几天 2G在印丝上 绣了一道阿姨做的辣炒鸭肠 说人鸭肠炒老辣 油也有点多 嗯 之前心疼他 让他炒了阿姨的那些粉丝 奇奇失声 还能说啥 只能说要被你腻了死了 然后今年正月十五 人家又绣了一道全辣的火锅 看样子是 嫁鸡随鸡被江浙阿姨 调教成江西人了 2G还有什么在老婆面前 比较怂的事吗 嫌疼的宝 不妨在评论里说一说 让大家开心一下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哦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橘子皮科糖频道 科糖告证主 复兴救脑部 科最硬的糖 拨最美谱的量 我是等浪钉合体的妮妮熊 让我们开始金天分的胡说八道 狗子和猫猫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就会变得很活泼 猫猫也会变得格外调皮 山河令花絮 狗子和韩英躺在床上 应该是韩英重伤垂危 狗子未救韩英内力耗尽那段 猫猫站在床边 抓着狗子的小弟 一边摇晃一边喊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狗子挣扎的想起来 可总会被猫猫按回去 据韩英说 那天天太热 他在边上大汗淋漓 俩人闹得床快塌了一样 注意 这里狗子的手 只有一只手在抵挡 另一只手 安安稳稳的放在床上 也就是说 他真的只是在陪猫猫玩 猫猫不是说 你老仗着人高马大欺负他吗 你倒是掩饰一下呀 这个时候就应该把猫猫 按在床上这样那样 我保证韩英马上就不热了 也算造福大众 有一个采访 主持人让俩人用特别的方式搭扮 比较特别的方式 猫猫说 我们可以户扇大嘴巴 你是认真的吗 然后他就伸出爪子 在狗狗面前扇来扇去 狗子就哈哈笑 手挡在身前 绝不往猫猫跟前招呼 说好的人高马大欺负人呢 你是陪玩主播吗 山河令开播见面会 二只问猫猫 你会用哪三个词行吗 问可行 猫猫说 话牙 骚起 喜欢 这个停顿太狠了 二只屏住呼吸 别笑 猫猫 吟湿 二只笑开了 我耿住了 我还以为你会说 喜欢我 或者喜欢周子树 你这是调戏二只吗 你这是调戏观众啊 5月3号的演唱会 有一个夹钉子的环节 猫猫把框往前踢了踢 狗子也跟着踢了踢 猫猫又往前踢了踢 狗子跟着学 然后猫猫就笑弯了腰 拜托 你俩是公然作弊啊 后来猫猫弯腰 把二只第五的框拿走了 狗子还惯性的 想帮老婆拿 反应一下 才发现人家 拿的是自己的框 然后俩人小朋友一样 你来追我呀 你来追我呀 快站住 我来追你了 当着几千万观众的面 真的是没眼看 还有王牌对王牌 我们这是动态的打情骂俏 猫猫说这句话的时候 绝对是真心诚意 实事求是 前面咱们说的是 狗狗种着猫猫碗 那掉过来 猫猫种着狗子的情况 你能想到多少呢 我最先想到的是 是会火吧 是会火的一个采访 狗子说到任务 要摸猫猫头发那里 猫猫明显非常了解狗子 很快就发现了 他想要干什么 然后极其灵活的 一次次躲开了 基于完成任务的狗爪 但最后 还是笑着摇了摇头 任由狗子摸了他的头发 那一瞬间的宠溺感 看到我整个人都酥了 再有就是快乐大本赢 玩推手游戏的时候 猫猫问狗子 你想让我赢 还是想让我输 这句话放在普通朋友上 因为是上节目 绝对越界了 如果存在竞争关系 这话一出 都有上村山的效果 但人家关系到位了呀 兄弟们 虽然在朋友面前 一直都是 我要做老大 虽然小雨 各个心里的阴影面积 有那么大 但此时 现任热量的猫猫 是真的想虫狗吗 有一段时间 我一度沉迷于看锐 然后等着盼着那些up主 锐完山和令 锐双人采访和综艺 看着他们一步步爬上山 成为橘子体 或山蛋蛋 就像看到曾经的自己 我坚信 所有走过这一过程的人 都会成为同单 直到现在 我也相信 他们仍然有这样的魔力 因为他们的爱太美了 有种孩子的纯真 是正向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虽然现在 人人都要讽刺恋爱脑 但在这里 确实是恋爱脑赢得了胜利 我们要爱自己 但为了那个值得的人 何妨疯一场 这样的人生才有自有为 祝我所有的同单 都能像两位正主一样 没遇到真爱时 努力生活 好好打磨自己 遇到真爱时 勇于付出 也能收获一个 让自己变成孩子的灵魂伴侣 妈呀 不要心煽情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哟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也是橘子体科糖频道 科糖靠正主 不行性脑补 喝最硬的糖 喝最美脑的料 我是等万钉合体的运行 让我们开始 金天分的胡说八道 21年野兽败 熊猫扑 新香发布会的直播现场 RG看着包装盒上 撅着屁股的熊猫 一脸的欲言又止 最后终于没憋住 问出了那句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害羞的姿势 大家都是成年人 这话一出 他脑子里的想法 便以具象给了每一个人 CP粉欢呼雀跃 纷纷表示 一定用了趴着的姿势 俩而裸一起 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 海哲姐姐非常生气 大喊 您不是说RG爱猫猫 爱得死去过来 处处关心爱护 从不让猫猫弯腰 连笔纸片沉的东西 都不舍得让他拿一下吗 现在怎么就趴着了 我们哥哥能趴着吗 那不压着膝盖了吗 你们还是不是人 CP粉高呼 我们是橘子体 主打一个缺德武皇 我们怎么说和RG没关系 再说 趴着怎么就不行了 也许RG的手 在下边垫着呢 悬空了 懂不懂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姿势没问题的 想象不出来 想象不出来 我可以画给你 海哲大喊 滚 敢画踢了你 什么 俊卫轩说了啥 不知道啊 好像在默默吃瓜吧 没过几天 猫猫没保莲直播 主持人拿着两个 卡通形象的冰箱贴 其中一个是 插开腿 趴着的 问猫猫 这两个姿势 你比较常做的是哪一个 主持人你很懂啊 猫猫耳朵爆红 但一脸镇定 说哪个做的都不多 算是公开辟谣了啊 以后谁也不许说了 说到这里 我们还得说回 2G和扑扑 礼盒上那只扑扑 撅着屁股趴在那里 谁看了都要说一句可爱 怎么到2G那里 就变成害羞了呢 据不知情人 一号爆料 完全是因为那天 猫猫就在现场 虽然7月4日正日盛夏 但再热的天 也抵不过情热 猫猫为爱出镜 或者说隐身 换上扑扑套装 和狗子公然秀了一次恩爱 狗子看到 礼盒上扑扑的这个姿势 联想到套装里的爱人 你说他怎么能不想爱 不想爱就不是男人 那怎么证明扑扑是猫猫呢 咱们虽然是胡说八道 但也不妨有理有据一下 首先 真扑扑探访化妆间那段 上楼时有个身影 迅速跑回去通风报信 然后扑扑故意磨蹭了一下 应该是给2G准备的时间 但扑扑敲开门后 2G堵着门没让人进 随便说几句就把人打发走了 既不符合探访化妆间的主题 也不符合2G素来 千和有理的形式作风 由此推断 他的化妆间里藏着什么人 不能被大家看到 其次 2G人还在直播间 却用分身术评论了自己的微博 2G说过 他的微博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老婆当然也是自己了 第三 整场直播 2G摇头晃脑 开心到飞起 这个状态 绝对是充满电了 第四 向来生人物进的他 竟然拉着扑扑的手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把人家的手 按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越界了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 我们再来看看 2G和扑扑有关的微博 21年7月14日 2G发文 有一种说法 今天想当什么样的人 就喷什么香水 那个夜晚 我遇到了神秘的A香 21年8月30日 熊猫扑扑 爱有归处 22年11月28日 曾经和扑扑有个约定 想一起回家 一年多后 终于踏上归途 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知道 你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 看不见的地方 彼此扶持 相互热爱 期待再见的那一天 好了 本期的胡说八道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哦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是GD科堂频道 科堂靠正主 不行就脑补 喝了最硬的糖 多最没苦的料 我是等浪丁合体的宁友 让我们开始今天份的 胡说八道 在王牌对王牌的采访中 二G说自己和温客行 相似度很低 自己在生活中属于 没心没肺那种类型 猫猫说 你还没心没肺呢 二G说 这个分人 我对你才没心没肺的 对阿旭不是 猫猫震惊 对我没心没肺 二G说 对啊 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是把最真诚的一面 交给对方看吗 来 龚老师 坦诚相见 赤诚相待 无拘无束 表里如一 存然不作作吗 然后 两个人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哦 好朋友 晓得了 那么你在自己老婆 哦不 好朋友猫猫面前 是怎么展露 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的呢 坦诚相待 总是要有的吧 同事操哥 饼烛夜谈 有没有 最低标准的 好哥们 帮忙搓个背 没问题吧 我觉得没问题 毕竟猫猫 对你的腹肌了如指掌 你对猫猫的八块腹肌 也知之甚响 龚老师的腹肌 没什么可说的 毕竟猫猫有事没事 都要cue一下 可是猫猫的腹肌 酷开播见面会时 人还说自己 不知道八块腹肌是啥 结果不过短短 十几天的时间 你就说 张老师现在 也有八块腹肌 一个大漏少 瞎说什么大实话 你没注意到 猫猫的八块腹肌 想全漏出来 得冒着走光的风险吗 他要是真把裤子 往下一扒 我怕你当场就要表演 穿去变脸 猫猫 猫猫给你那一脚 一点都不怨 嗯 好哥们 互相摸摸捏捏腹肌 太正常了 酷开播见面会 主持人问俩儿 第一次见面的情况 二G斩钉截铁的说 练武术 猫猫发出疑问 不是先吃饭吗 狗子立马懵圈 先吃饭 先练武术 先吃饭 忘了 猫猫 先吃饭吧 二G先吃饭 先吃饭 会火的采访 主持人问俩 对对方的第一印象 二G说 老干部 猫猫说 肢体不协调 二G问 第一印象 你怎么知道 我肢体不协调 猫猫斩钉截铁的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那个训练啊 武术馆 哦 对 龚老师 你的记忆是被猫叼走了吗 你还记得自己之前说 张老师非常会照顾人 第一次见面 是马姐请吃饭 他给你夹完菜 给马姐夹 又给你夹 又给马姐夹的事吗 哦 我知道了 你俩是知己嘛 知己就是要协调一致 你协调好 更重要的是 在猫猫面前 我们来自四川的帕尔多 唯一的立场 就是没有立场 老婆说啥是啥 然后 没事牵牵小手 搭个腿 按个脚 也都是好哥们的必备项目 快本直播 狗子在桌子下面 偷拉猫猫的手 这个咱就不说了 咱说其他的 山河令花絮 俩儿骑一匹马 手没地方放 只能揪着马 按上一个小铁环 起来几句 龙原格拍戏的奸细 狗子单手 按着肩膀上的猫爪 你们说是谁 不舍得抽手 还有草地上的这一段 猫猫把手抽走了 狗子的手指连忙追上去 以后再有不舍得 放手的头 请借鉴这里 还有这 喝水也不能影响拍戏呀 松开会影响情绪是吗 还有演唱会这里 这里 那些欲牵欵牵的手 难道不是因为在人前 必须得避讳一些吗 还有这个按住腿 一定是我们想太多 都是男的 有啥 话说 我以前只是眼眼觉得 他俩有很多牵手 和想牵手的镜头 这次稍微一找 发现真不是一般的多 这样子必须单出一期牵手了 杨贵正传 龚老师说自己在猫猫面前 没心没肺 他做到了 单凭一句话 看到老婆 我脑子都飞走了 所以只能没心没肺 好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哦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是橘子皮课堂频道 课堂靠正主 不行叫老婆 喝醉的糖 我最没否得了 我是等浪钉和铁钉钉一行 让我们开始 新兴奋的 我说大道 做到猫猫狗狗的恋情 有个避不开的话题 就是首唱会 俊子梅兰 2G说 那天不是有工作吗 我不是送花了吗 但在很大一部分人看来 那天只要不涉及 生老病死这样的大事 有什么工作推不得 只看哪一边更重要罢了 你没去 只是因为不够爱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狗子那天没去 是因为那一次 近乎半官宣的坦白 遭到了猫猫粉丝激烈的抵抗 所以他的缺席 是一次属于成年人的 不得已的妥协 现在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 这件事 也许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21年5月28日 山河令剧本 这算是一切的起点吗 50天之后 7月18日 天涯客剧组的泳池见面会后 猫猫发文 我一滴也没有了 配的是泳池见面会的图 他自己在下面评论 我背好半个月后发的微博了 半个月后 他发的是 我有俊子 第二天 猫猫工作室发文 晚安 横店 是他 那个带花少年 而配图中 有一张照片 是猫猫和狗狗 互相拿着对方的灯牌 天涯客的特殊性 和猫猫那段时间的种种变化 已经让部分 较为敏感的粉丝 意识到了什么 这种类似官宣的照片一出 粉丝群体直接炸锅 纷纷在微博下方留言 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但大胆猜测 多半分为三类 一是 猫猫是正经的演员 不能走迈腹的路子 对他以后形象不利 二是 工作室要钱不要脸 无关人事员 出什么劲 三是 不接受男嗓子 猫猫之前是交过女朋友的 有些粉丝也都知道 更何况 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 工作室见粉丝气势汹汹 反应如此激烈 最后删了一条微博 之后便是猫猫和粉丝的一场对峙 拍戏的时间越长 和2D朝夕相处的时间越久 两个人的感情 也日仅加深 短暂的暧昧期一过 两个人跟老房子着火一般 情热难挡 一发不可收拾 而那些追线下的 看班的粉丝 多半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挤得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说实话 真的是为猫猫操碎了心 快杀青的时候 粉丝要求他拍完戏 赶紧剪头发 然后无缝进组下一部戏 以此来摆脱这部戏的影响 忘掉周子舒 温克星 或者说2G 更有甚者 建议猫猫去看心理医生 8月31日 工作室公布了接下来的行程 猫猫在下面评论 说无缝进组的 我一个个都记住了 9月5日 猫猫在ins发文 佩图是 我怎么做 你别问行吗 你教我做事啊 还有日历上的两句真言 其中的意思 大家可以自行体会 但不管怎么样 至少到这一刻 我们可以看出 猫猫的立场非常坚定 她希望粉丝 不要对她的事 指手画脚 大家都是成年人 她有自己的思考和主见 别说只是粉丝 就是她妈 在择偶这件事上 又能干预到哪一步 山河令杀青后 猫猫和狗子 一南一北各自出席 但两人并没有断了联系 10月 猫猫的首唱会 进入宣传阶段 她也先后三次 在公共场合 邀请了RG 一次是10月11日 唱吧直播 她说 首唱会特意邀请了嘉宾 你们猜是谁 然后很害羞的红了脸 第二次是10月14日 见面吧 电台 猫猫说 也不要求狗子 帮自己写歌出专辑了 首先是来 然后唱自己专辑里的歌 还故作凶狠的说 要是不会唱 是不是得发个微博 道个歉什么的 第三次是10月21日 是放出来的晚了吗 月见大牌的采访 猫猫说 自己新专辑弄了很久 一出来就给狗子听了 也邀请了他来自己的首唱会 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三次邀请 加上我们未曾看到的 私下的邀请 足以说明他有多期待他的到来 在第二次邀请时 主持人问他要是没来怎么办 猫猫直接掠过了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 应该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好了 关于首唱会的第一部分的胡说八道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哦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是自己的磕糖提料 和汤靠正主 不行就浪费 和最有糖 我最美补的料 不是等浪钉合体的精力行 让我们开始 今天份的胡说八道 之前我们说 在首唱会之前 猫猫再三邀请RG 来自己的首唱会 转眼就到了首唱会那天 晚上七点 猫猫的第一场演唱会 我遇见我正式开始 他穿了一身红色西装 走上舞台 像一朵盛放的玫瑰 也像一个美丽的新娘 首唱会的过程 我们留到以后再说 这次只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唱会前工作室发文 逃离现实世界 走进音乐世界的boss 首唱会结束后 工作室发文 俊朗骑士 赴一场视听盛宴 张哲瀚疯子 温柔与野心共聚 盛大且耀眼 今晚感谢所有美好的相遇 晚上十点 猫猫微博发文 学得不错 迪士尼再逃公主 这个时候工作室的人 给猫猫的定位 已经是公主殿下了吗 那俊朗骑士又是谁呢 是谁学得不错 这么快就原谅了 那个缺席的傻狗吗 如果大家足够细心 就会发现 演唱会结束后 工作室发的那条微博里 有两张照片是一样的 都是猫猫抱着一把 空无一人的椅子 椅子上的号码是146 有人知道这个数字的含义吗 我估算了一下 猜测是他们相识的时间 我不知道这把椅子 是不是特地留给狗子的 但它一定亦有所知 本该有人坐在上面 与亲爱的公主谈笑相拥 有人说 演唱会结束后 狗子有趣接猫猫下班 但他并不是只想你接他下班啊 他希望你们能并肩出现在人间 他希望在一个特别的场合 正式将你介绍给他的粉丝 告诉他们 你是他很好的朋友 而敏锐的人 自然会知道你是特别的 至于他们能不能接受 那是他们的事 张哲瀚疯子 这是你最初的想法吗 2G为什么没去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只知道猜测很多 最深入人心的便是 你对不成熟的时机 不匹配的身份 灰暗不明的前路的种种顾虑 或许我们可以从 21年3月的这个采访中 窥探一耳 温克星的光就是周子书 周子书就代表着 代表着温克星这一生的全部 我现在的光就是 视野 我希望自己的视野 继续有条不紊的向前 向上走 够到那个光 你说 我希望自己的视野 有条不紊的向上走 然后够到那个光 也就是说 那个光在你心里是具象化的 有特定指向的 那么 你的光是谁呢 是猫吗 我认为是 而且毫无疑问的事 但是至今日 对于当初的瞻前过后 犹豫不决 鼓足不浅 你有没有一刻的后悔 有没有想过 作为他的俊朗骑士 去现场抱住那朵 湿漏的玫瑰 我答答 一定有 若非如此 二三年GQ的年度人物盛典 你不会抱着 克莱吉俊的标语 穿着和猫猫手上会 穿着那套红装 极为相似的大红西服 去走红毯 你缺席了的首唱会 一定是你和猫猫恋情的 一处至关重要的节点 无论你因何缺席 心里必定充满了酸色和忐忑 有时 人生中的不完美 也许是为了成就 日后的完美 好了 本期的胡说八道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当当当当 酸色的果子 我们不妨留给小两口 现在来吃口甜的吧 毕竟我是为爱小甜 病的金金熊啊 据不知情人一号爆料 首唱会的时 狗子其实接受了邀请 也空出了时间 准备了礼物 但临近首唱会的时候 俩人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吵了一架 猫猫说 不听你的不行吗 狗子说 不听我的我就不去了 猫猫说 不去就不去 谁去谁是小狗 然后狗子就真的没去 但还是送了花来 首唱会结束 心虚气短的狗子 才赶过去 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礼物 又是讨好 又是道歉 又是警示 又是安慰 总算把老婆哄出了笑模样 但是 这件事终究在猫猫心里 留了遗憾 所以才会在后来的 双人采访中说出那句 你不是没来吗 什么 不够甜 那再来一口 据说 据说啊 猫猫是准备 首唱会后求婚的 小雨帮忙 准备了很多东西 可惜 狗子你错过机会了 有没有觉得更后悔一点 最后的最后 我必须吐槽一下 这个泳池见面会 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粉丝泡在泳池里应援 猫猫和狗子在台上 看着台下 一大片白花花的肉体 太恐怖了 尴尬症都要犯了吧 好了 这一期的胡说把道 到这里是真的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哦 还有人记得这一道吗 一个被脚底下喷雾 吓出本体的 蒙掉的小猫 抱歉 但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啊 猫猫在某些时候 真的不是一个胆大的人 我记得山河令花墟里头 有一段是探访农员阁 有一头牛 猫猫怕他冲出来 躲出去老远 狗子先是笑 然后跟过去说 没事 他不会过来的 还有快到大美鹰 猫猫摸到一只小猪 人家让他抱着小猪合影 从勉强挤出来的笑容 可以看出 他真的是有点怕怕的 如果说猫猫胆胆小 狗子在某些时候 也不狂多让 21年 他生了直播 工作人员 在他答对问题的时候 就放里话 狗子明显有些害怕 然后我记得 他当时还得到了一个机器人 那个机器人突然出声 也把他吓了一跳 然后对于不受控的突发情况 都有些害怕的小小虫 碰到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是王牌对王牌的一个游戏 传一个会爆炸的球 猫猫发现狗子害怕后 马上一副 没事 我照着你的模样 还跟人说 我这里老都CP了 以此来宽狗子的心 然后 他把随时可能爆炸的球 尽可能的靠近自己 远离狗子 后来 那球果然抱在了他自己手里 他真的是想保护他 把他捧在手心里 疼宠照顾 他说 来我的世界 做个小孩 做一个阳光开朗 大男孩 猫猫 对于那个随时爆炸的球 你不怕了吗 哈喽哈喽大家好 这是橘子批情感电台 不管是男朋友喜欢拈花惹草 不惜叫 还是女朋友 个性冷淡 不爱笑 我们都可以帮您请教广大的网友 让你从此在幸福的道路上 一路狂奔 不烦恼 我是调解员菊姐 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的求助电话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是这样的 我家哥哥被家暴了 先声明啊 我没有嫂子 没有嫂子 没有嫂子 就是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他跟人好了 然后那个人真的好过分 自从他们在一起之后 我家哥哥的脖子上 身上就长得有那种红色的痕迹 手臂上还会被抓得一道一道的 有的时候嘴角都破了 一看就是被咬的 他为了吓唬那个人 还说是上火了 谁上火 体泡能克皮啊 我知道 两人在一起 会有一些床上运动 但三年快四年了吧 又没有这么激烈 我们哥哥不疼吗 还有我家哥哥是四川 出了名的他耳朵 最爱做的事 就是赚钱养价 可是他心情苦苦的工作 却只能穿被人穿过的衣服 我数了数 挡衫怕不是有二三十件 有的衣服明先小一号好嘛 就能给人买点新衣服吗 还有 我家哥哥以前很喜欢在我们面前展示身材的 数据什么隔三潮就能看一次 结果从二一年之后 就很少漏腹肌了 衣服穿的那就一个颜色 只有拍戏的时候才能脱一下上衣 拜托 我有好多同胆都把他当老公的 让赛博老婆看一下肉体怎么了 又没有管得这么严 总之 我怀疑我们哥哥被家暴了 要不然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看老婆 再说一次 没领证 没有嫂子 然后 广大的网友 你们看看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我们哥哥站起来 广大的网友 靠你们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是试图紧针实施的体系 做糖饼的 这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之前有个小糖饼 说的是猫猫穿着狗子的鞋去逛街 结果鞋被人踩丢了 这件事去除湖边乱造的成分 至少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猫猫的脚比狗子的小 可是 但可是 昨天狗子飞成都穿的那双鞋 当当当当 竟然和猫猫21年5月唱跳环绕时穿的那双一模一样 所以 撞山之后又撞鞋了吗 现在有两个选项可供选择 一 这双鞋就是猫猫的 虽然有点小 但我们狗子克服了种种困难 并挤了进去 二 狗子为了和猫猫凑情侣款 又买了一双 觉得是 话说 我在找这双鞋的线索时 又看了一下那手环绕 猫猫的身手真灵活 滑步十分顺畅 不要怕 对面的姐姐不是蜘蛛精 不会吃了你的 另外 你家那口子管得真的有这么严吗 要说昨天也是要素满满的一天 克拉奇上午十点关心 狗子硬是等到了十一点二十九分才发的波 你可以说它是为了等一一二九 但也可以说它是为了等五一一二九 作为CP粉 我自然倾向于后者 然后是361 你光的元素也太满了吧 为了挣钱 功课做的很足啊 不要说我给361做广告 但是你想挣CP粉的钱 就要服务于CP粉啊 你说是不是克拉奇 当然 你也可以不偏不倚 谁都不带 然后是来自野兽派的消息 今晚七点 功老师将会出现在野兽派的天猫直播间 我们不见不散哦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哦 我都从女人啊 也死越守才越打越论 我在成都会下一个问题 就大家 好不好 谢谢谢谢 再往前一点 三年的这个时候 在孤雷美丽的春天 到了自己最初的起点 这个出生的地方 故乡嘛 对吧 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老老子 老老子 八十年 老老弟 哎呀 各位网友大家好 就是试图更上试试的GDP课堂频道 有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野兽派直播间 龚老师和杨阳哥互动了四十余分钟 我除了点评只听到两句话 一个是春天来了 后面工作很多都排满了 下个月初和家人有些安排 这是龚俊的安排 一个是今天晚上 花春准备留在这里带粉丝去看月亮 我个人在大脑里翻译了一下 就是接下来都很忙 但是下个月月初 他亲自策划了一场和猫猫的小节目 至于今天晚上花春不走 要带粉丝去看月亮 在橘子皮这里月亮是猫 可我们不是只能看猫猫吗 果然晚上21点06分 2G预测更新 花春正在苏醒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现在是打补丁时间 没想到吧 野兽派直播竟然还能打个补丁 我也没想到呢 首先是和扑扑一起回成都的约定 三年后终于实现了 而2G22年11月28日曾经发布说 和扑扑一起回成都的约定 一年后终于实现了 也就是说 当时和二指一起回成都的 就是猫 虽然我们也都猜到了 但这也是一个有列的证据嘛 然后是看月亮的环节 我在微博看到有同单对这个环节进行了解释 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让我们有请野兽派代言人龚俊 这是灯塔上有人影闪现 结束时 我带直播间的同学去看月亮 然后俊子走上了灯塔 在直播中 2G说彩排的时候 他很喜欢最后的环节 让直播间的朋友一定看到最后 不管这个看月亮是异象 还是猫猫真在现场 毕竟昨天成都云层很厚 不太能看到月亮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美好的期许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是师徒进根实施的GDP课堂频道 这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先说个八卦 来自弯弯的消息 说是山河令的剧粉 三月初在脸书收到龚俊的消息 两人聊了一段时间 2G表示 要附台去看他 但要求他先付20万台币作为旅费 幸亏被警务人员阻止 我能说啥 你说这些大陆明星的赚钱能力 有什么误解吗 然后3月27日晚8点 2G一身粉色长衣 现身克拉吉天猫直播间 留下若干L和一副幼儿园版的世界名画 看精神状态 龚老师电量满满啊 另外对于洋洋哥努力Q俊瑞仙的行为 2G回复的态度还是非常明显的 充分表达了谢谢 但并没有很开心的心情 所以这个是一唇风仙的颜色 小仙女们可以入这纸 你要喝这个真的很青春的感觉 一唇风仙 风的什么仙 风的是什么仙 水蜜桃仙 谢谢 是先的感觉 所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我们再看我们在ColorKit的 2G最后感谢了俊玉仙和他的粉丝朋友们 这个我的粉丝朋友们 但是橘子题啦 然后是今天13点44分 2G微博发文 今晚我先发电视剧品质盛典 很帅 但我的注意力全被脖子上那条丝带抓住了 知道我看到这条丝带第一个反应是啥吗 猫猫拉着四大将狗子带去厨房 浴室 书房 客厅 卧室 当然室外也是可以的 两位各种play你们值得拥有 另外有细心的姐妹发现 表盘上的时间卡了511 不愧是我们的卡点狂摸 这个已经是粉甜粉甜的软糖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关于电视剧品质盛典 简单说几句吧 这里是不太能跟得上实施的GZB频道 一 敬忠奇遇 请医夫把他放在第一位 看到工作室发这四个字 莫名有种畅快的感觉 所以敬忠奇遇对应的是 二 六角罗姆 看到狗子盘六个 有种一直被拔高了的兴奋感 姑姑都脱免了吧 三 同款衣服 看图 衣服是同一品牌 实际是同品牌的黑白贝 然后狗子今天穿的风衣和猫猫穿的这件蓬蓬裙 是不是非常像 最后恭喜爷爷 我们的工具先生获得年度号召力举行 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见 猫猫用手比了个邀请的手势 指着龚老师说 先喝 这俩子一出来 龚老师虽然跟了个what 但脸上的笑容实在是藏也藏不住 猫猫趁着脖子 太可爱了吧 别了个鲜鹤的姿势 说2G腿长脖子长 每天进化妆肩 那两个小剃腿叉叉叉叉就进来了 龚老师嘿嘿一两声笑出了镜 好不容易憋住笑 一本正经的说张老师像猫 刚开始挺高冷 接触下来很好很nice 记住这个时候被夸得喜不自胜的龚老师 几个月后在会火的采访中 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狗子转听截铁的说 猫 它微信头像都是猫 然后轮到张老师 我们可以仔细看2G的表情 它还是很期待的 结果猫猫憋了半天 说出个鸵鸟 狗子都惊了 鸵鸟是什么玩意 张老师说 脖子很长 腿又细又长啊 你是搞笑的吗 2G委屈 你是觉得我肚子大吗 回溯2021 那个时候洗脑包满天飞 这个鸵鸟也是出了大力的 什么猫猫爱着台风 狗子不敢接受 什么首唱会议三次邀请 狗子借故推脱 什么一赏攀欢 肉欲纠缠 但前路漫漫不敢涉险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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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我们今天要说的可不是这些洗脑包 而是这个鸵鸟的误会 上视频 让我们盘一下这段 大家注意这里 看到没有 猫猫说 它像那个 剃 这里它应该想说剃骨 只是剃骨这种鸟不太常见 它怕大家get不到 所以临时改口了 如果它一开始想说的就是鸵鸟 完全没有犹豫的必要 也没有这种空间 然后这里狗子对猫猫的答案是非常期待的 它有一个转身靠向猫的动作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回看一下这一段 它像那个像什么 就是鸵鸟 啥 为什么 因为它个子高嘛 腿又很长 坐起来 然后腿又特别特别斜 就是 女生应该都会羡慕的 这种腿斜 抱歉 我又再提了 我觉得这块猫猫不只是看过去了 它肯定是上手摸了 所以这块那个特写镜头给的是狗子 没有给到猫猫 不是你意思是我肚子肚子比较大了 你真的好爱 它真的好会哄狗啊 你看狗子一下就开心起来了 然后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改回仙鹤 我也不知道呢 但俩人的恋情肯定没有鸵鸟环节 毕竟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个洗脑包 据说 狗子当时是非常主动的 追得猫猫无处可逃 而且在这个采访中 我们也看出狗子完全没有往鸵鸟的隐身意义这边想 只纠结于鸵鸟好丑 鸵鸟肚子好大 老婆你是嫌我肚子大吗 我还有八块腹肌啊 那么为什么是剃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鸟 发现没有 虽然它也是脖子很长 腿又长 但它和仙鹤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它嘴巴很大 你可以对应温客行和夜白衣拼酒 夜白衣说老温嘴大那里 也可以对应猫猫漫漫鱼和大嘴鱼的冷笑话 还有后来广为流传的我们亲爱的大楼勺 虽然这时还没有后面的大楼勺和大嘴鱼 但人家两口子接触的久了 猫猫先一步发现2G的本相也很正常嘛 好了本期的胡说八道还算有流伎吧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